而这次选举在高雄有一位里长候选人掀起了关注 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叫李允条 用台语发音就是李温屌吻上的意思 还被网友封为是最适合选举的名字 那么今年呢他也以657票打败了上届里长 九合一大选刚落幕 其中有不少候选人名字 因为很特别成为讨论话题 像是高雄弥陀区这位里长候选人 本名姓李叫允条 念成台语就变成李温屌 有网友说这是我看过最适合选举的名字 太狂了 而选举结果出炉仍如其名真的温屌了 台语谐音让李明印象深刻 不过这位温屌里长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参选 今年以657票成功打败上届里长 而他本人也说关于名字没想太多 因为这是从小就取好的 从出生就是这个名字了啦 因为我们都很平常心这样去认真去走路 深入我们地方每一户每一户去拜访而已 这回温屌成功当选 他本人则相当低调 脸书社团特别交代 请大家不要破费送花拳花篮 只要替他高兴就好 特殊名字也成为这次选举的有趣插曲 记者程序课程号高雄才能报道 九合一大选刚落幕 高雄市小港区港名里的里长当选人 却惊传迎禀过世 消息曝光不少当地的李明都相当不舍 高雄市选委会还有区公所也证实了此事 并表示等接到公文之后 会在三个月内重新办理选举 深穿白衬衫头戴鸭舌帽站在中间 和李明一起拍照留念 这回九合一大选高雄小港区港名里 里长李文正依旧毫无悬念 以1305票成功连任 但怎么知道选战才刚结束 28号上午就传来2号 里长应变失事 当然是感觉了 大家里面都要顾 几十年来亲力亲为热情助人 大家都看在眼里 如今在里办公室 再也看不到这熟悉的身影 消息来得太突然 李明实在不舍眼眶一度泛红 我们这里面大家都不敢听你 我们讲大家好啊 一定是很错愕的 因为原本我要回来跟爸爸一起庆祝 原本连任开心的氛围 如今却弥漫低迷气氛 区长谈起里长李文正 不只大赞他为优秀里长 同时也感到惋惜 但即使再难过 里长一直总不能一直从缺 无奈只能重选 高雄市选委会也出面证实 未来三个月内将重新办理理长选举 我们大概会收到 小港区公所跟赐福 他们来韩以后 我们来决定整个重新选举 投票进行程序 就等区公所公文下来 今审查资格通过后再办理选举 只是九合一大选才刚刚落幕 原本喜讯却完全变掉 恐怕家属及李民都需要时间 好好重整心情 接着高雄做不到 鸡蛋价格上涨 没有回跌迹象 像是超商水洗蛋 一盒就要60到150元左右 但是有网友分享 买了一大袋 20克的鸭蛋 竟然只要50块钱同半价 也让不少网友直说 这是另一类炫富 满满一袋鸭蛋拿在手上 重量可不轻 再把鸭蛋装进盒子数一数 20克竟然只要50元 有民众买鸭蛋只花50元 买了20克大约两斤 换算下来平均一颗2.5元 虽然不是洗洗蛋 不过铜板价真的超佛心 在蛋价上涨时期 网友看到惊呼 简直是另类炫富 事实上鸭蛋批发价 一斤43元左右 市场也介于60到70元之间 民众买到两斤50元 根本就是友情价 这个是剔除出来规格外的蛋 基本上没有过称 是大约跟他算一下而已 如果以20颗蛋的话 应该是两台鸡出头 光是饲料成本就不够 这个可能是友情价 一般商店没办法 不计饲料成本便宜卖 老板做善事 分享给上门顾客 每人限购一袋 买不买得到 恐怕还得碰运气 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导 全台创意斑马县 来看到有网友在新北市土城一间 大卖场附近发现地上的斑马线 头尾两端真的画上了斑马的图案 而且画工精致 清楚呈现了眼睛还有神情 让网友说 这才是我要的斑马线 掀起热议 而另外呢 在新北市淡水 也有一个3D立体斑马线 借此提醒用路人减速 还有在南台湾 高雄博二艺术特区 也有一条鱼骨头斑马线 成了热门的打卡景点 冰山穿越人行道 脚下踩着的都是像这样子 黑白线条的斑马线 但是走到镜头 往前一看 居然还真的有一只斑马 时时如生的斑马头 画工精细 另一端还有个俏皮斑马臀 头尾两端形成一只斑马 名副其实的斑马线 让过马路的民众都忍不住 拿起手机照相 有网友在新北土城一家卖场附近 拍下了这张照片 搞笑的说 这才是我要的斑马线 吸引上万名网友点赞 超萌的画面让网友直呼 不能怪行人不走斑马线 要怪斑马线不够斑马 全台各地的马路都这么可爱 我一定愿意每天出去 更有人预言 这里会不会变成打卡景点 我觉得可能对小朋友 会比较有帮助吧 让他们认识斑马线 然后注重交通规则 还蛮厉害的 蛮有艺术那种感觉 盘点全台各地造型特殊的斑马线 新北市淡水就有一处停车场入口 化是3D立体斑马线 利用视觉效果提醒用路人减速 另外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 也有一条鱼骨头斑马线 成为热门打卡景点 创意斑马线要用视觉效果提醒用路人 有趣的设计也让过马路增添乐趣 这里素玉石兄明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上这个音乐